中文字幕 李宗盛 很久以前,有個木童 他每天都趕著羊上山去吃草 有日有個龍夫伯伯跟男生說 最近山上來了一隻大野狼 他會吃了羊,特別要小心 如果看到的狼,最重要是大聲地叫我們 我們會來幫你趕走的狼 那天,小朋友上山看著羊吃草 他覺得很模擬 他想起那個龍夫伯伯跟他說過的話 整鼓一下他們也好 於是他就向山下面種田的狼夫 大聲地說,狼狼,狼狼,救命 田間的那些龍夫聽到那個男生的呼咎聲 他們急急忙忙地拿著床頭和連刀 就衝上山去 他們哪走哪個大叫 不要怕啊,不要怕啊,小朋友 我們來幫你打個惡狼 那龍夫趕到山上一看 一個狼的影都看不到 就知道男生說謊,騙了他們 很生氣,就離開了 到了第二天,那個男生 又是覺得很無聊啊 想想想,再玩他們一次 又大叫救命啊 啊,狼來了啊,狼來了啊,狼來了啊 救命啊,救命啊 那些善良的龍夫 又再一次衝上山上幫他打狼 但是呢,還是見不到狼的影 而那個男生這次呢,當然是笑出來 很生氣啊,很生氣啊 啊,哈哈,你們又上幫了 那些人每個看見的男生這麼頑皮 一宜再衝來,說謊 整鼓他們,就很生氣啊 這個小孩這麼頑皮,不再聽他說的了 不相信他了 過了幾天了,這次 狼真的來了 哇,一下子衝進羊群裡面 他吃那些羊 那這個小孩呢,很害怕啊 這次,於是拼命地大叫 狼來了,狼來了 快點救命啊 狼真的來了啊 但是那些龍夫,聽到他這麼說 以為他呢,還在這裡繼續說謊 就沒有人理他了 更不想幫他 結果那個男生呢 那些羊呢,很多都被狼咬死了 這個衣索語言呢 他講的道理大話的時候 說謊是一種不好的行為 既然不尊重別人 也會失去別人對自己的信任 第二呢,告訴我們知道 做人要誠實 不可以通過說謊來達到目的 更不可以說謊去愚弄人 第三呢 說謊不單止對自己沒有好處 還會累人累己 造成惡果